东北季风南下天气冷嗖嗖 又到了泡汤的季节了 温泉饭店业者开始推出了泡汤优惠 来抢攻这一波商机 就有一家饭店业者 以主打日式风格的泡汤环境 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的清酒料理 希望让消费者不用出国 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异国风情 耍开户外湿冷的天气 躲进蒸汽凉凉的泡汤浴池中 这里的泡汤环境 媲美日本当地的黄浸温泉 也具有护肤保湿的功效 但享受这一切不需要大老远跑出国 现在在台湾的饭店业者 就推出黄金泡汤的体验 那本身呢 它是一种碳酸氢钠泉 泉子会比较像是日本的名汤 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到日本北海道 就可以泡到像日本温泉这样的 这个非常好泉子的温泉 那黄金温泉呢 它是开采至我们大屯三系 1506公尺处的这个泉源 那因为跟阳光空气结合之后 呈现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黄金色 所以呢 会跟一般我们在其他区域 感受到体验到的温泉都不太一样 从有40年老经验的师傅巧手制作 一道道色香味剧前的清酒料理也正式上桌 岭南富士卷更有道地的日本风 农村芬芳 微甜清香的酒气 外观与内在都非常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 饭店业者也不再是传统的建议模式 除了配合季节推出泡汤的优惠外 也额外追求更多丰富的配套内容来搭配 也让这波泡汤旺季的抢工市场大战 提前开打 桃永线新闻林瑞峰龟山采访报导